歡迎來到G-Sogun The Body of Isaac 腐爛寶寶我喜歡 這個傷害看起來不低 AQ4TJZEY 腐爛寶寶是一個會產生藍蒼蠅的寶寶 BFF對他沒有效果 蜂巢手腦對他有效果 然後美味的心四房間一次充能 回一顆紅心 超級笨蛋 一顆紅心加兩顆藍心 非常不錯的血量上的支持 正好給了我們這個 很多第二層跟俄魔交易的料金 這是不需要的 Range down 現在也不是那麼糟糕 就不用怕了 有五分錢那是很好 能下一層可以 有刷階級房的機會 這樣 看看能不能 看看能不能那個什麼呢 看看能不能那個 我剛才有一瞬間當成了那個藍蒼蠅可以幫我擋子彈 是什麼奇怪的狀況 不過也無所謂 現在 現在狀況好還是失誤得起的 不像有時候那個狀況特別差失誤不起來 那種才是憂傷的時候 看你被 我應該用掉人是不是 那些也不好說 因為說不定有那種 中間有個道具你進不去的那種房間 那這個時候釣人就可以起到非常神奇的作用了 這層看起來像 像一個手指 像一把手指 像一個手指 像一個手掌 帶著一個食指 像一個手指 現在我們加傷害呢很有意義 因為 藍蒼蠅呢是造成我們 傷害的兩倍的傷害 這樣的話 趁機還增強了那個 虎蘭寶寶的傷害 喔漂亮 5.25射程1傷害 還增加一點點的那個 子彈高度 實際上就是加射程了 有一個特殊石頭 但是沒有炸彈 肉房 先等一會吧 鴨層油呢是 新增加的一個波爾房的道具 我覺得這個 鴨層油這個道具真的是 真是 太好 太厲害了吧 我覺得 直接讓耶穌枝 有點鬱悶 黑磁鐵 子彈會吸引敵人 或者吸引東西 一定程度上是個 挺坑的道具 當然沒有坑的道具 只有坑的玩家 是不是 你想這樣說 那也對 反正我是不會用 給個炸彈 我想說 給這麼多錢 就不給炸彈 然後也沒有階級房 那現在火柴盆 是一個非常 不錯的掉落 不知道能不能有了 換紙的話現在打多了覺得 過了前兩波之後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壓力了 加連射和子彈飛行速度 效硫磺 補腦 可見即所 所見即所得 不用解釋了這個 通常首腦會讓我們的 藍蒼蠅和藍蜘蛛都會變大 造成的傷害變成兩倍 那現在藍蒼蠅造成的傷害就是我們普通子彈的傷害四倍 用了吧在這裡 炸彈 原來藍蒼蠅造成的傷害是兩倍 發那個倍之後變成四倍 簡直不能忍 又AVS了 Pulls roll Pulls roll的話是roll roll roll東西吧 就這麼簡單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看看這裡是不是秘密房 是的 既然這樣的話 就進一下獨奏房 冰箱之內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啊 冰箱之內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啊 那這次如果能拿到BFF的話 確實就很強 希望這裡是不是有個特殊石頭啊 接著有三個 小石頭漂亮 加1傷害 加2連射 加0.2連射 減0.2速度 但是這兩個都是下次改變的時候才會改變 我一直以為他那個 近而遠之是一個紅色的攻擊蒼蠅 那我們現在蒼蠅道具有兩件了 如果再捏蒼蠅道具的話我們就會飛了 我一直以為小石頭的那個 連射是馬上給的 後來才知道 實際上不是啊 直接進上 你看我們的蜘蛛多大頭 你還要去 Aralysis 還好 不是很怕 我只以為AV蛇就算了 再走 漂亮 這邊就沒那麼多炸彈 喔 飛了 蒼蠅光環給你兩隻漂亮蒼蠅 它實際效果就是這個樣子 比較特別的一個道具吧 它的實際效果就是跟藥丸一樣 所以說我們現在再需要一個環繞物就可以基本上不是子彈對我們的影響 蘑菇沒法炸啊 主要是沒炸彈 這次的炸彈真是個恍惡 一個白星加上會飛 但是我們已經會飛了 就是相當於一個白星罷了 我覺得這次已經基本上是贏了 4傷害 然後還有小流王火的服務 單單一個小流王火基本上可以 幫你帶到子宮了 雙重勾給你 哦 芒星加1傷害加20%的惡魔皇概率 加1傷害3顆黑星 剩下那個沒去商店是不是不去了 我知道可以回去炸蘑菇 但是我覺得現在都已經搞成這個樣子了 就更加不會輸了 好了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移動速度 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了 啊 蒼蠅領主 可能說成蒼蠅之王了 蒼蠅領主的效果呢 是別人召喚出來的蒼蠅會變成你有方的蒼蠅 直接變成藍蒼蠅不是變成有方的蒼蠅 至少不打你 再碰上去好像還是會受傷 我意思是說那種發射子彈的那種 小豬錢貫安 過了三分錢 然後被打了之後會 隨機掉落一到三分錢 你看他這個 剛才那個敵人爆開不是出來很多的 那種黑色的中立蒼蠅嗎 現在我們的效果就是可以把那些蒼蠅變成 我們自己需要的 我們用的藍蒼蠅 不是一個很厲害的效果 但是對於小男人這種 召喚一大堆 一大堆跟班蒼蠅的 這種BOSS來說呢 卻是一個相當給力的增強 所以說小男人本來是 用來幫自己擋子彈的那個 幫自己擋子彈的那個蒼蠅軍團 就變成我們的蒼蠅軍團了 加上我們還有風潮熟腦的效果 三個紅箱子就開一開了 沒辦法 這個根本跑不過 所以我們其實是應該去一下商店 因為商店裡面可能有地圖之類的東西 我都把上一層的商店放棄了 放棄了就放棄了 還有呢BFF呢 是可以增強跟班效果的 把跟班的效果變成兩倍 Wage Up 不錯 剛才不是降過射程嗎 現在把射程加回來正好 還有現在可以改善的東西就是主動道具 我們現在主動道具一點作用都沒有 這次有點簡單粗暴直接 也沒什麼特別 就是道具好 雖然不到像什麼前額突出啊 然後那種形式的好 但是已經非常的給力了 中了一發大的子彈隨便 趕緊給我找到道具房啊 這移動速度還比較慢呢 可以不回頭還是不想回頭 偶爾可以幫你當當子彈隨機 純隨機 跟幸運無關 想要射程 我到底想要移動速度 喔 漂亮 是紅色和蛋黃色的藥丸 其實我覺得儀式長袍 這東西永遠都是賺的 就算我用三顆的藍心來買 也都是還白送了 一攻擊力是不是 從廁所 我們來拿來玩一下好了 可以把一個房間裡面 非boss的怪物 全部變成大便 六房間一次 地圖 Range down 朗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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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祕密房的位置 好奇葩 從來沒見過這麼神奇的祕密房位置 我確實應該賭博一下 再看看能不能搞出來什麼好點的視頻 現在根本就沒有視頻 免疫詛咒的效果 我還真想要看看這個秘密房裡面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你這個位置如此的雕屌的 增加飛特定掉落新的藍芯轉化率 這個詞其實很難理解 到底什麼叫飛特定掉落新 就是說那顆星不是固定以紅星或者藍星或者黑星怎麼樣的形式出現的那種 像子宮城的那個血塊掉落的那種新 就屬於 就屬於特定掉落的新 這麼近這波爾房居然 但是比較少有的 所以說就算你拿著老媽的珍珠 最終他掉出來的還是紅血 但不會變成藍血 應該 應該 如果我說錯了 就當沒聽到吧 好 預想之內也是貪婪的 錢就懶得拿了 地面貼這個減速圖 還是拿一下吧 哦 我沒炸彈啊 這邊提一下這個打貪婪的這種房間呢 它就是這樣的 你出去之後進來有可能會刷新一些石頭 然後那些石頭上面可能會有好東西 像剛才就有一個特殊石頭是不是 既然看到還是不太想浪費了 黑蠟燭的效果是 一顆黑心免疫詛咒再加30%的惡魔防開率 印記加0.2速度 一傷害一顆藍心 沒什麼特別的 子宮E 這個我覺得可以打 現在感覺有點白打了 48小時的能量 可以一路衝車衝下去嗎 嗯 衝廁所這個道具 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我剛才直接手鬆開的鍵盤 而且對Boss又無效 至少你說對Boss造成一點點傷害 還是可以忍的 對Boss直接無效了 那就比較沒意思 這個簡直美啊 剛才那個場面 還是需要速度 就是差速度了現在 算了 你們老是繞來繞去搞得我頭都暈了 看來這邊是正路了 因為都已經走了這麼遠了 我們至於走了這麼遠才是錯路啊 我的王走走 哈 還真是錯路 對自己的認路能力表示蛇伏 今天是錯路 就回來拿一下這個炸彈 還有這些 玉米大便呢 我們就可以 來幫自己賺取一些藍蒼蠅 對自己賺取一些藍蒼蠅 特殊石頭嗎 通常這個房間都會有特殊石頭 不過這次不是 通常也不是一定是不是 有措斥還是沒有措敵 一 Range out 不錯 我們現在射程應該是挺不錯的 射程給我還加射程那個太厲害了 我是多手炸一下 並不是看到有吞石頭了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想炸那個地方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的理由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 來看看能不能 我還想說看看能不能把血賣光 但是不行 這個加速度拿這個 給你飛加速度 主動效果是無敵衝刺 加上羽毛筆的效果 其實我就看在他加速 加速的份上罷了 那個 那個飛行效果我也不要 我都已經拿到三個會飛的道具了 我應該多拿點炸彈的 因為 因為炸彈可以增加 有效增加大叫糖素 狂殺氣 這樣掉了之後 鑰匙的數量稍微有點尷尬 這邊提一下這個 老媽的珍珠好像沒起過效果 或者說起了效果之後 都沒成功轉化過 有個階級防 這個方向 好 我先鋼這個 就這樣 搖擺衝 免了 賣得太猛 這不是好事情 好的 最後一個房間 掉了什麼東西出來 沒有 是跳了個蜘蛛出來 這小龍王火還是在二號位 還是一個比較不錯的位置 雖然說比一號位還是差一點點 但是已經夠好了 之前有一次 有一次不知道是五號位還是六號位 那個小龍王火基本上就已經沒有用了 漂亮 走你 時間呢 啊 035 這次比較快 這次 蛤 羽毛筆立功了 石頭炸一炸 大教堂的特殊石頭也算是比較豐盛的一個 所以說如果打到這裡 發現好像 沒什麼血量的話 確實可以 考慮去看看這些地方有沒有好東西 當然前提是 打起來不能太吃力 如果打起來本來就很吃力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了 很多時候 入骨敷出 沒意思 好的 我倒是想再拿到一個蒼蠅環繞物 這樣的話 藏子彈 我覺得他會向右邊 他結果向左邊丟這個馬 我也是吃醉了 這房間 唉 為什麼站那個地方 就過來看看有沒有偷偷石頭 漂亮 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擋子彈 所以說還是要多 看這移動速度的效果就是好啊 這樣的話 打起來第三階段會更自由一些 不用老是貼在上面 如果老是要貼在上面來打的話 還是相當麻煩 好吧搞定 爆翔 這邊的話直接把太陽用了 開地圖 然後走少點歪路 我怎麼看這歪路好像都挺多的 天秤座 天秤座沒意思啊 現在看起來 算了 他只會白白的把我們的傷害降低 沒必要 巧克力牛奶呢 跟小龍王火 是個非常不錯的配合 都是蓄力 小Steven 大爆炸先生呢 是炸彈增加 炸彈的爆炸範圍增大 然後傷害增加 並且送五個炸彈 小龍王火 我不知道那個浮爛寶寶的藍蒼蝉 是不是受這個 虛力的影響 木耳攻險 我有點懷疑其實剛才可能 可能不要拿巧克力牛奶更好一些 感覺效率一般般 唉 我一直覺得巧克力牛奶是神器 所以說 也沒考慮過拒絕 他跟小龍王火的同步 率不夠高 一樣踩到我 好 感染 被打了之後 會產出兩到四個藍蒼蝉 小黃 兩顆藍鯉 不錯 小藍燃 反正是 第一階段比較難搞 好之後就沒什麼了 之後還會召喚一些蒼蝉來幫助我們 真是太好了 他召喚這種蒼蝉就不幫我們 我記得他會召喚那種普通的那種藍蒼蝉 1等 72 好那麼這次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